媽媽快坐下 我跟你說個好消息 有什麼好消息啊 媽我考向大學了還是重點大學呢 真的呀 真是太好了 媽現在馬上去給你做好吃的 媽不著急 我先給你按耳膜 對了媽 上次村裡體檢的時候你去了嗎 不去了 那怎麼樣嗎 沒事 媽的身體啊好著呢 喂 你好 是晶晶阿姨吧 我是上次來村裡檢查的醫生 我們檢查說你得了癌症緩疾 醫生 你們有沒有搞錯啊 不會搞錯的 我們都是根據數據來的 那 我這個病還有的治嗎 只能讓它擴散慢一點 延長一點壽命 要是不治的話 大概還能活個兩三年 媽媽 你怎麼了 沒事 吃你累的太舒服了 我現在就去給你做好吃的 媽媽 你要去哪兒 有些人給媽介紹了個對象 家裡條件挺好的 那這是好事啊 可是 人家說 不許帶小孩 所以 我就跟人家說 我沒有小孩 媽 你這是不要我了嗎 不是不要你 等媽嫁過去之後 以後 你的生活費 你的學費 媽還是會打給你的 媽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丟下我媽 媽 媽 你是誰啊 你是誰啊 我是你表姨的兒子 也就是你表哥吧 那你早OH有什麼事情 有個故事想告訴你 你媽媽她 她去世了 不可能 我妈在边人家住得好好的呢 其实你妈这几年 一直住在我们村的小木屋里 我妈她说嫁了个好人家 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 我真的没有骗你 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心痕阳卡 你自己看看吧 小雪 这几年你受苦了 这几年妈都有回去偷偷看过你 每次都很想上去跟你说说话 但是不行 我不能让你看到我这副冰泱泱的样子 三年前妈就查出癌症晚期了 你又考上了大学 我知道 你要是知道了这个事情 肯定要给我治病 不去上大学了 所以妈就编出了这个谎言 请你原谅妈 我给你的卡里面有三万块钱 密码是你的生日 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开开心心的 永远爱你的妈妈 成长小震似的 她们打 incontcr 我妈怎么没有早点跟我说 我会回她这么多年 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